看多了香港富商与香港小姐的故事 想必大家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香港会出现这么多年龄相差巨大的情侣最后能走到一起 除了社会体制不同的影响 香港对于每个人的爱情观也足够的包容 只要两个人是因为自己意愿走到一起的 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大众的祝福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两相情乱的例子 2015年郑嘉颖公布与香港小姐陈凯琳的恋情 三年后他们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 两人的婚礼计划于12日在印尼的巴厘岛旅行 不过因为当地地震的原因 这场婚礼能否逐约进行还是一个未知数 陈凯琳在被问及婚礼的情况时 只是对媒体说了一杯祈祷二字 看来陈凯琳对于这段感情持有相当认真的态度 两个人能够走到这一阶段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从年龄上来看 郑嘉颖今年48了 而乐婚期陈凯琳才26 两人之间整整相差了22岁 从15年恋情公开以来 双方就面临着各方面的质疑 除了年龄之外 网友们对此事不看好的因素 更多来自郑嘉颖本身 郑虽然是PVB实力与颜值都不差的男星 但他对前两段恋情处理得太草率 而遭网友吐槽 他的第一段恋 坚持了六年之久 最后还是由于父亲的一句话而宣告终极 在那之后 郑嘉颖与蛇诗曼之间 曾有过一段不错的恋情 女方对于这段感情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了 但两人一直都拒绝承认 在某次拥惠过程中 郑为了毕贤居然将女方骑下车 颜面尽失的蛇诗曼 就在路人的注视下狼辈地搭上了了计程车 由此就在心里留下了分手的货跟 郑嘉颖放当年的举动 放在现在来看完全是一个屌丝 他的演艺事业并不是一出道就取得巨大成功的 三十岁之前 他成绩平平 串巨大酱油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后面雨当红的林志颖 苏友捧场合作 拍完绝带双胶后 他的戏路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 大量的片率让他成为TVB炙手可热的明星 尽管如此 郑嘉颖的许多行为仍旧让人感到想到诧异 媒体报道称 郑嘉颖请人吃饭 居然是请了快餐 而与新女友度假的机票 订的也是廉价航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